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您深度抛西打开视野 有朋友反映 在YouTube的订阅被取消了 所以麻烦您再次帮我们确认 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这个礼拜 我跟大家一块又再一次见证了历史 来这张图真的不夸张 在期货市场里面 卫生纸现在比油 还来得更加值钱呢 我们再观察两天 到了周末好好聊这个话题 而今天锁定的焦点 包括了有中美美俄以及北韩 为您介绍今天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国际情侦专家 赖月谦教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立委文化大学教授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美国共和党 前亚太地区主席Ross Feingold 大家好 Ross上一次来 有没有隔一个月了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嘛 你上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 你的预言非常准 谢谢 上一次我们聊到说 有国会的议员提出一个想法 是不是美债的持有国 中国啊 因为是最大的债主之一嘛 那这次的疫情 要中国大陆负责的话 那美债的部分是不不要还了呢 上次聊到这个话题 你就预告说 接下来你会看到 美国的国会有非常多个别的议员 提出要究责中国大陆的法案 一个月好准喔 一接二又连三耶 我把时间内给大家看一下 24号的时候呢 3月份就有共和党的议员提出 要中国的政府对疫情爆发之初 不当的作为要负责 接着到25号 有提出一个法案 叫做2020李文亮 全球公共卫生问责法 接着又提出了一个 参议院跟共和党都提出了 这个同一个名称的一个法案 再下来又有 共和党的议员提出 允许美国的公民 和地方的政府 可以提出集体的诉讼 来控告中国大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位议员 都是个别议员提出来的没有错 但是你看一下 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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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议员 众议员 共和党 都是共和党 我们知道川普这段时间 确实在 问题的追究上面 是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大陆 但川普提出来 所有的国会议员 更积极啊 全部都提出这些法案的草案 你刚才也提到了 因为议员也要选举嘛 那我想请问的是 选举今年年底要改选 共和党的对手 是民主党 还是中国共产党 你们提的法案全部都针对共产党 其实很多这些法案 会由民主党国会议员 不管参议员中议员 也会得到他们的支持 所以很多这些法案 已经是共同支持 就是共同推荐 你说民主党也支持 会会一定会 一定会因为 美国的选民 美国人 封城 经济衰退 事业率增高 那这个不分政党 对不对 那当然他们都会瞄准中国大陆 但是我们美国选举过去 中国也是变成一个话题 所以今年 中国又变成一个话题 不是一个新的现象 回到二十三十年以前 比如说 一九九二年 那个时候 Bill Clinton第一次参选总统 他说 老布希 你是太亲中国 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有天然变事件 对不对 所以他也是批评老布希 那接下来 Clinton要连任的时候 他有一个scandal 他接受很多中国大陆来的政治现金 那就完成共同党批评 他太亲中国 你例如说 在过去美国的大选历史上面 中国大陆扮演一个角色 在选举大陆的话题 不是新鲜的事情 不是 但今年特别重 当然因为疫情 而且加上贸易战 所以已经变成 拜登跟川普 每个总统 或许人说 我对中国比较强硬 你要看我 我对中国的说话 或过去有做什么 说什么 对手讲的而已 没有做什么 所以将来几个月 到选举 这两个合许人 都会隔空讲话 说你对中国太nice 才是我对中国比较强硬 你认为 接下来几个月当中 中国大陆的角色还会更重 是 一定的 共和党的主旋律 就是川普打 然后国会也跟着操作 当然 就是这样子了 是 那还会更大的力道 请教大家国委员 因为美国议员 一开始抛出个想法说美债 是否可以不用还 或者立个法 就让他当中有些比例上面就是 就当作不还了 我们当时讨论过 认为这个做法 基本上不可能 因为美债的性贫 会受到严重的打击跟影响 不过现在呢 就有议员 比较新的就是让 民间提出集体诉讼 而且已经有提出来了 提出集体诉讼 改用民间哪个官司 来扣押中国大陆政府 或者是中国大陆官员 在美国的资产 这个是比较可行的吗 这招通不通 他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他一定要证明 是中国犯了某些行为嘛 是啊 那导致他受损嘛 一定要这样嘛 我估计全部都不会过啦 全部都 一个都不会 全部都不会 全部都政治动作 包括连国际法院也不会受理了 通通都不会过 通通都是过场 就是做政治 事实上这个 其实Ross讲得很清楚啦 就是 事实上中国这个议题 在美国政坛已经很久了 二十几年了 那川普攻击拜登的广告都出来了 他就直接说拜登亲中啊 下一段我们会聊多一点 那 讲到他儿子跟人家开投资公司嘛 说现在民宅挂在上面 那后续我估计 也不会到现在就停止了 后续还会有 委员你认为这全都是过场的操作 这个也不稀奇啊 美国常常有这种事啊 那这些法案在国会还真的要推啊 还是会过啊 还是会 就是没有效的法案啊 没有办法执行的法案嘛 法案会过 老百姓在看 然后一场戏过了 没有一个政策 会利用这个法案去执行在法律操作 他反对这种法案啊 比如说他对台湾的法案很多都是属于 我们也有台立法了 国会授权 那行政部门要不要做 那行政部门会再看 我很高兴是有委员这样讲 不是有我美国人讲讲 美国本来他那个法案有很多技巧 如果我讲就会被批评 没有啦 比如说上次通过那个台北法案 是啦 他就直接说是Sense of Congress 是不是 就是国会的意见 对不对 所以他立法有很多技术啦 美国老百姓看得懂这是过场吗 不一定懂 不一定 可是他们都很清楚啦 那个政治专业的人都知道 Ross一定知道 OK 好我们就实际面嘛 实际面就来看 这么多法案带动了这么多美国舆论 或者是民意走向 但真正到法院里面 会是什么样的光景 我们那一桌子表给大家看 因为联合国其实对于相关的规定 有一些做法 2001年联合国的国际法委会 有颁布一个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 当中要这个 如果有做错事的话该怎么办呢 恢复原状 金钱赔偿或者是 呈现道歉的意思 但是这个草案对于 所有联合国的成员国 是没有实质的法律约束力的 另外一个就是打国际官司 国际官司的话就向国际法院提出这个诉讼 但是你告别人 你必须要提出因果的关系当作证明 当然在因果调查的过程当中 就牵扯到了很多国与国之间的 司法调查权的问题 所以赖教授你来看 向国际法院提告 你必须要去证明因果关系 那我们刚刚讲了 你不可能到别的国家去做司法调查 除非就直接打仗 再不然的话就是民间的诉讼 现在已经开始了 民间诉讼还真的已经进到法院里面 你认为美国的法院有可能会去做一个判决吗 然后去查扣中方的资产吗 美国的法官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也不容易判断了 那因为美国的法官 也有很多很奇怪的法官 有些法官想要出名 有些法官也想作秀 那么他也知道他的判决是没有意义的 但老师我在你回答进步之前 我再补充一个背景给大家听 不要以为说好像完全美国法院是不会做一个实质判决 然后损害 比如说中国的官员一些他的一些资产 我举个例子是2018年当时美国就引用了一个 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 CATSA 当时因为这个购买俄国武器的大陆军方的高官 就被美方用这个法条去做的制裁跟判决 所以那时候当时的中国的官员的财产海外的 全都被冻结起来 他基本上他这个还是属于行政资产 行政令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行政机构做这些动作的话 他基本上来讲也没办法做 尤其是他涉及到的是 大陆的那些高官必须要有资产是在美国 然后他只能够冻结他 他不能没收 他也不能够把他的财产拿去拍卖 他都不行 他事实上是被冻结在那个地方 冻结在那个地方的话 那他又本身也会对于大陆的一些高官 想去大陆的 想去美国的 他禁止你 也就是说我不让你入境 不过这些东西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它是让你难看 因为你美国 因为以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他的相对等的一个报复的方式就是说 你美国相对等的官要到大陆来的话 他不给签证 所以他不需要做任何法院判决 他也不需要做任何行政上的什么制裁 他不用 也就是说你美国的高官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不给你签证 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当时驻香港的一些高官 甚至包括在人权机构里面服务的 他们离开香港回去美国 要回来的时候就回不去了 那只是签证的部分啊 签证就是签证的行为 这些美国官员的海外的市场会同样比照办理 冻结之类的 那重点就在于说那中共要不要做的问题而已 如果中共要做的话 他也可以找一个理由就把你做了 所以这个都不难 但是这个跟法院的判决不一样 你刚刚提到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国际法院嘛 国际法院基本上的可能性是零啊 零啊 是零的 因为第一个国际法院 他不是凌驾于每个国 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法院 他没有这个 因为国家已经是一个最高的主权了 所以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办法再凌驾在这个国家之上的任何主权是不存在的 所以国际法院基本上他之所以能够启动判决案例的话 是两兆双方都愿意接受第三方的一个残局 仲裁 对 对 而且他们也同意仲裁的结果他们愿意接受 那如果说仲裁的结果他们不愿意接受 那当然就不愿意接受仲裁 那这个国际法院也就组织不起来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要透过国际法院要向中国大陆提出任何东西 我觉得那个机率是零的 是完全不存在 但是有一个例外 这个例外呢就是说 由美国政府再去拿出3000万美元 然后再去买这个国际法院的那些法官退 他在他放假的时候额外的收钱 然后再向国际法院去租一个办公室 然后在那个地方缺位的控告 你说的好熟悉喔 对 是发生在南海菲律宾周边附近吗 菲律宾就是玩这个戏 然后当时菲律宾的做法是说 美国他说这个钱我不能先给你 你自己先垫 那因此呢 菲律宾政府就垫了这3000万美元 玩完了以后 结果没有人理他嘛 没有人理他了以后呢 菲律宾杜特地上来了以后 就跟美国政府说 那个钱还我 美国说我不能还给你啊 我如果还给你 那全世界都知道 我收死了啊 我在玩这个游戏 所以美国就不肯把那3000块 3000万美元还给菲律宾 那老师那像这样子呢 美国秘书里州的检察长 现在已经跟联邦法院控告 那接下来会怎样 我觉得你控告 一个国内法院怎么可能去管 另外一个国家主权行为 不可能的事情啦 这是常被管辖到这个地步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成为诉说目标啦 不可能的 除非你是战争罪 危害人类罪 我特别查了一下 战争罪还要看那个人是你 是不是在你的国内的 我就看了一下 他说中国有受到主权豁免权的保护 是的 但是州政府呢 美国的秘书里州政府 就没有对于中国政府起诉的资格啦 但他强调说豁免权有例外 包括了像是商业活动实验室 医院都叫做商业企业 这方面的资产做扣查是有机会的 他要对那些机构 如果他这个法院真的是 做的这个动作的话 中国大陆也会做报复性的手段 我觉得这个做报复性的手段 对美国政府也不见得有利 因为他相对来讲 对于相关的机构 他也可以对实施制裁 说到报复性的行为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的大陆的外交部 对于这次美方这么高声量的 对于中国大陆要就责做了回应了 那耿爽发言人他是说 他是说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美国在1980年艾滋病 2007年金融海啸 2009年HIN1流感大爆发 这些带动全球重大影响的事件 发生地都是美国 而且尤其是2007项金融海啸 这是美国的金融机构 造成了一个联动性的 没有国际向美国做求偿 那这次共和党这样主张求偿 站着主角吗 真的没想到这个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会在美国变得这么的红 对我们美国人来说 他讲什么当然我们不能接受 我们不同意 不管民主党共和党 我们都不会同意他的说法 但是每天美国媒体都在报 他讲什么 他现在美国的媒体 对 变得很很很红 对 所以他至少有做到几点 但是我们美国人 你不觉得这个逻辑上合不合理 他当然是站在中国的立场 所以他要讲什么 那他当然是反映中国政府的立场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他的讲法 那共和党就 反正他讲他的 那你们不去把他当作太当真 就不会引以为意了 他这样讲 其实我觉得是对执政党有利 对川普 对川普有利 当然川普说 我是美国的总统 我是保护美国 你看中国这样每天批评美国 我要保护美国 请你再次投给我 这个很多学民会接受 那拜登会说什么 拜登会说 你看我们这个总统被中国批评 所以你要投给我 怎么可能 这个是一个winning的策略吗 不可能 拜登这样讲会输了 所以其实跟川普这样讲 他可以每天这样讲 只有对川普有利 这个委员 委员你非常了解在政坛里面的一些 Ross讲的是完全正确 你非常了解政治里面的操作 一些mega 因为我们节目里面常聊说 川普连任对贸易战第二波来讲的话 可能对于中共在台湾过程当中 比较能够掌握 搞不好这 大陆的外交部的发言 也是要帮川普一马 我就不知道 因为Ross说是帮了川普 来我们看这个还包括了 美国议员带头 很多国家的议员也就跟着走 而且还要加码 像是澳洲的原因就是说 中国大陆应该接受像是 纽伦堡士的审判 纽伦堡士的审判是二战之后 战胜国对战败国纳出了一种 国际内的审判 把中国大陆现在的疫情负责 要拉到那种程度 那除非你能证明中国发动生化战争 那这就是战争罪嘛 其实你可以看到跟得最紧的就是英国跟澳大利亚 那都是五眼联盟的核心啦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战略利益的斗争啦 说实在话 不过你知道在这个后面疫情爆发之后 大陆方面就是用医疗去援助做大力的宣传 可是在全世界的媒体的露出的版面上面 有的时候还不如这些各国的单一的议员出来发生 不因为英语媒体他强势嘛 在全球的论述上 中国本来就吃亏啊 这也是现实啦 当然现在中国是这样啦 而且联合了大概70个国家 那批命在协助人家抗疫嘛 救灾啦 那美英澳大概就在讲说你前段有隐匿啊 所以造成我们疫情大爆发 嗯 这两个事实上他都有一定的根据啦 就是说 那个那中国现在在做的正能量也是事实啊 嗯 可是前段你是不是造成其他 这个疫情的爆发 这个他们认为也有说不清楚的部分嘛 嗯 连梅克尔都这样说嘛 梅克尔只是没有求偿啊 那可是川普没有准备好 英国没有准备好也是事实啊 所以造成你灾情比意料中还要严重 不过过于讲一个蛮 正确的一个点就是在国际间的 媒体的声量上面来讲英语媒体 哦那当然绝对强势啦 然后包括了这次不管是像美国的纪律书 马上提出一个6兆美元的数字 那种就是媒体看了之后会做成标题的 然后就会不断的被传播出去 不那个英国他统计总共要高 125兆啊 全球加在一块 我们回来继续来聊包括了美国自己本身啊 压力锅 面临到临界点了吗 42周都有禁逐率还没有解除的情况之下 有十几个城市陆续出现了很多的抗议示威游行 而背后呢川普总统也在鼓吹这一股 Liberate解放的风潮 我们回来聊 之前我告诉大家这个消息过 因为疫情的关系 联合国呼吁全球武装的地区冲突要立即停火 那应该已经询问过大家的意思了 现在包括了美国和俄国 这两个国家说No 美国的理由是我们要反恐 中断的话呢 这个恐怖分子会很危险 俄国Say No 是因为他们继续支援叙利亚跟利比亚 那这个联合国五大残忍理事国 两个都Say No了 那老师你怎么解读 那当然这不可能停火了 就是不可能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因为还在交火的过程里面 那么如果这些疫情一直延烧到那个地方的话 那交火的地方 他们本身的那些灾民 那些国家 其实他们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步 非常 那秘书长其实他也提醒说 你这些战士其实也不是不会那个 染病 不会染病 你还是会染病的 但是看起来没有用 是因为俄国是很想借这个机会 尤其是这个疫情的一个机会 美国的四艘航母都已经停摆 好机会 好机会 可是俄国自己部队染疫的状况也蛮严重的 对 但是重点就在于说 俄国希望能够在这一次彻底的 把叙利亚问题解决 因为如果说能够彻底的把叙利亚问题解决的话 叙利亚才有可能重建的可能性 那也就是说叙利亚如果能够把反抗军整个彻底的集会 然后完成统一的话 他就可以开始后面进行这个叙利亚的复原的工作 那叙利亚的复原工作这个部分里面 他们三方已经都谈好了 也就是中国大陆俄罗斯跟叙利亚政府 三方都谈好 在复原的工作里面 中国大陆会进入比较多的帮忙 帮助这个叙利亚很快的进行基础工程的建设 那叙利亚的交换的方式就是用石油来做交换 那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就确定的在地中海这个地方的军事基地 不只是海军的军事基地 空军的军事基地 还有这个国家的完整性 完全是在俄国所能控制的范围内了 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 对于这个北约来讲的话 这个哪能够忍受 所以你看 从大国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时候 防疫的工作不能停 但霸权的工作更不能等 不能停的 看这时候谁撑得住 谁就赢了这一招了 其实美国跟俄国我们常常讲 不管在中东或亚洲地区 都是打代理人战争 不过出现了这个场景给大家看 这是苏35战机在地中海的上空 朝美国的海军P-8A海神式的巡逻机 从它面前飞过去之后呢 还倒转 在它面前这样飞 这个动作高速倒立飞行 基本上就是一个挑衅的动作啦 各位你的解读是什么 就表示不让 不让 事实上 在地中海那个场域做的事情 我跟你讲喔 疫情要对军事有影响嘛 一定要死亡人数高到连兵都争不到了啦 1918年的 西班牙流感就是这样啊 西班牙流感为什么1918年结束 找不到南丁 已经找不到新兵了嘛 那死了多少人 死了5000万 1000万人 那请问我们这个疫情现在才死多少人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就立刻等同到说他要影响军事的逻辑 那是绝无可能的啦 那尤其他又抓到这个空档 因为美国大概一两个月内要派地面部队几乎不可能 我补充一下喔 这个苏珊鼠他飞到美国的军舰喔 飞到多近喔 8米 8 8海力 8公里 8公尺 8公尺 那不就在美国的军队上方了 不到三层楼的 我们台湾是一层楼大概3.76公尺嘛 美国为什么不把它锁定 没有办法不敢 开锁定 军方有时候锁定就是一个非常多的讯号 但是这么近就在第一个代表他的飞机的性能非常好 第二个就是这个飞行员的技术跟胆量很够 第三个你想想看如果我是舰上的官兵 我是美军的舰上的官兵 8米高的战机在你上空那个声音啊 那个是故意的 而且那是很挑衅的 而且那是给你美军美舰说你看我可以飞到这么的低 然后飞到这么的低我的技术好到这个程度 苏35耶这个震撼力有多大 而且可能 我们的战机 可能他周边也有俄罗斯的部署 所以他不敢把他打下 不敢不敢打 但是飞到这么的低喔 这个是非常的 然后俄国人说你看我是很专业的 因为这既然是公海 你的船可以来 我的战斗机也可以来 我的战斗机也可以来 你爱怎么走我就爱怎么飞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Russ 我看这个照片 对不起我看这张照片我就想到TOP GUN TOP GUN 里面不是TOM CRUZ里面是俄国人 但是他们在模仿TOP GUN 就很明显 川普看到这种画面跟照片 他通常是隔天推特就发出来骂人 他对普丁就是不会 美军忍得下这口气吗 但是川普从旧织以来 虽然很多人以为他是亲普丁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制裁之类 我们节目中有讨论过 所以我想俄国这样做的话 一定会有后果 美国一定会有动作反应 可是不是用川普的Twitter 或者是川普的骂的方式 这个是重点吗 我们看外交这种东西 我们会觉得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美国会有什么行动 我给大家截取几个时间点 美军就是全球禁止移动力 现在延长到6月30号 然后二级出现这样的挑衅 4月15号还发射了一个反卫星的飞弹 有人说就是趁这段时间 俄国不断在美军做压力测试 Ross你觉得俄国的动作 还会再增加压力的力道吗 他们会增加 但是重点是他们有上限 为什么呢 有价崩跌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军方的预算真的有限 不如美国那么大 哦 你说他们施压是施压 所以他们可以玩 但他们的钱不够 再也不会做下去 对他们可以玩几个月而已 OK 玩几个月 这是 好 你 好 来我现在再过远 油价 这个前提是 他要保证蓄意啊 不会在一两个月内被人家搞掉 这个要保证 你要撑得住 所以美国可能会用空军啊 用战略 用飞弹啊 来维持一定的防守 不过刚刚说到这油价 我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想法 请教一下过远 油价因为崩成这个样子 俄国今年是同意减产每天是250万桶 美国后来勉强达赢跟墨西哥一起每一天35万 所以这个比例差非常多啦 你要用本来这个俄国跟沙国 本来要借这个机会把美国逼出油价市场的那个市场的share 没有没有成功之外 现在绷成这样子 所以用普丁在角度是用一些军事的讯号 去警告川普 你的看法呢 这两个是有连结性吗 不这个油价如果原油期货已经崩到负价格 那对俄罗斯跟沙特阿拉伯来讲第一件案就成功了 因为我跟你讲因为疫情的冲击 现在需求减少是减少到两千一天啊 减少到两千五百到三千万桶 结果你减产现在算一算只有一千万桶 所以对价格是没有用的嘛 没有办法帮助嘛 所以当初他们就说你美国你也给我减个五百万桶 那川普不愿意嘛 川普就说这市场决定啦 那当然就是油价一定崩跌嘛 因为你我需求量太减少太多了 所以从油价市场来看这一波 俄国还达到目标了 沙国也达到目标 他就是造成页岩油商的集体哀嚎嘛 那川普也帮了这些很大的忙 比如说他战备除油也几乎快满了 美国的战备除油满了大概是6.35亿桶 那美国大概就已经都已经买 尽量在买了 他说他要买3.9亿桶 就是要帮你忙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还有海上的油轮除油 那现在全世界的海上油轮除油已经1.6亿桶 1.6亿桶 那美国现在就有那个 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就很生气了 说你中国也要加满啦 那中国的战备除油是5.3亿桶 没有但是当时签的条约是用市场价格 对对对对 市场价格 他就说你要买我的油啊 你不是说要买我的油吗 那中国就说那要按照市场价格 国际市场价格 那现在市场价格是负的 现在负的 OK啊 给卖啊 我现在对美国来讲 战备除油这么到饱和 或许 发动战争成本是相对低一点 对美国来讲 对不对 可是他不能出地面部队啦 他就卡到了 我们先一片刻回来带你看的是 金正恩 金正恩的消息本来都是由 南韩的情报院之前发出来比较多 不过这回是CNN引述美国的情报官员 这就不太一样了 我们回来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